新酒入坛 风坛刻不容缓 选用轻薄的水棉纸 浮以蛋清 珠血等混合而成的天然粘合剂 并构成了古法风坛的必要条件 表胡式关键 多达四十层的精细操作 风一坛酒需要一个小时 我们盐河风坛呢 这个是采运传承了几千年的 叫秘制 这个组传秘制材料和这个古老技法 它这个风坛呢 主要是为了保障酒体在这个陶坛内 能够最大限度的呼吸空气 这个接受大自然的净化 能够在长时间的储存过程中啊 繁殖酒气的散溢 能够使酒体更加的绵柔和细腻 凉勤 择木而期 聪明的好酒 自然也会择伏地而生 杨和藏合藏酒所用陶坛 选用千年陶都景德镇 优质陶土 古法定制 纯手工制作 高温烧制而成 既透气又不渗透 我是九十年代的那个时候 进了延盖酒厂 这个当时啊 盐和酒非常紧俏 要想这个买盐和酒啊 都必须啊 这个找厂长批条子才能拿到 这个所以啊 对盐和来说啊 当时这个市场啊 需求链是非常高的 可是我却发现啊 车间里链出来的酒啊 都是第一时间被送到 淘坛库内奔机储存 一储存啊 都是好几年 甚至几十年 我就非常的不能理解 面对他的疑问 师父教育他 我们洋和做酒 就是这样的 不着急 时间久了 你就明白了 迈入有着中国白酒地下宫殿之称的 洋和百年地下酒窖 你会发现 这是一场酒品之真 完满的修行 在酒窖内 酒体得以效法自然 吸收天地灵气 反扑归真 以致性情绵柔 美好的东西 总是需要等待的 等待也是一门学问 工作之余啊 我经常会到地下酒窖 走走转转 闻闻地下酒窖 所丧发出来的老酒的仙气 显现时间留下淘坛内 所运练的好酒 体会它 懂得它 我现在真的懂得了不着急的含义 储存 就是一场酒与时光的约会 好酒 好谈 好储藏 上百年的时光沉溺 使得这里 积累了来自天地间的岁月精华 一代代杨河匠人的酿酒精神 也在这里静静传承 与岁月融合 与地气相通 用不着急去酿造这国色天香的自然绵柔 用漫长时光 去写就这千年杨河的绝美天章